大家好,我是丹丹,现在我们来到了山东临宇 我们现在位于华生电器直播基地 我们26号的早上9点在农村账号直播小家电 今天我们来一场厨艺大饼拼 我这个是传统的方法 然后我这个是空气炸锅,炸一下薯条,我们两个来一个饼拼 然后这三位是我们的美女评选 来,现在开始我们的薯条 暴力拆,来吧 可以整理了较糊粒的力量 行 我这个先开火 小弟们开火再插点,我们拿一下 对,我们先放上去 倒油 来,薯条 这样还挺热的 好嘞 我们直接给加热一会儿 我们开始了 当心啊,别让油给烫了 然后温度,这是时间 对 然后我们这边,定好了180度 15分钟 15分钟 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比你早一点呢 你这个是火 我让火大一点 可以 有热到容易溅啊 好 看了点火,点个糊了 你们那边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也可以 工作时间可以看到 一点都没有位置 来,已经出味了 对 我静等了 为了看我们的名字 靠后 在后面 好 咱们油开始冒泡了 一定要控制把油 我们别炸糊了 好 不是,咱这个放进去就不用管了 能不能都别在那边围着 能不能来我这边一点 让我自己吸这个油 油烟 我这个放进去 来来来 来来 放在那边 没事,我这边有一个助力的 都行 对 没事,咱就静等着就行了 也不用管 下泡了 一会儿我把火关小一点 肥皂香味儿了 火大了 就容易糊 糊小了 它外边胶里边容易生 来个人的倒骨 不是倒骨火就是比较骨 鸡上的香坡 走 我带着你 走 我可以在这边再来 你看平平忙的 手忙脚乱了 然后这边还可以开 这个星会开着空调的 要不然就是这 你把饭给到锅里 对 加一杯水 果汁吧 好嘞 拿上我的芹果 拿上刀 按板 好 来来 慢一刀 来 来 来吧 我给榨个果汁 我们这个 有点羡慕人家那边的操作了 羡慕人家那边的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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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手着不能离点啊 对 也许手着不能离点啊 而且呢 怎么说呢 那个高温 高温这边的油 然后突到脸上 要特别的突着光 热 看看我嫂子 我嫂子那边好像快熟了 好了啊 我这边要出锅了 这个 我们这边马上了 你看我们这儿果汁都炸好了 也好快的 你看 焦了 看看咱们这儿 没有焦啊 一会儿尝一下 首先卖上就很不好了 太油了 不错可以 偶尔有一个两个的 小的容易焦 但是大的还是可以 是吧 可以 特别浓稠 炸了特别细 还挺细啊 刀件一边是弯的 一边是直的呢 它这个 对杯子的保护比较好 它这个 可以减少阻力 使它使用寿命更长一点 真好 对 好了 你这个也闻到香味了 对 它香味出来了 我感觉你能更软一点呢 而且没有 看我这个 你这个 放一会儿就变颜色了 对 你这个颜色很好 来 一会儿平安拿上筷子 去尝尝的 来 先尝我的 这个值也不错 对 我尝一个小的 油太多了 来 都炸的特别焦 是吧 来 三位老师 还是这个好吃 这个比较软 这个鸡油 对 牛太多 这就是孩子吃的话 太油了 对 让我尝尝 这个就跟那个 通往这样大的一模一样 这个是吧 加了干鞋酱 这也好 你说它这个操作了 对 它这个是傻瓜式的操作 老人小孩 小孩可以带来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 还要吃 不行 不要 因为这个胭脂也好 对 所以我要一次的 我也要 简单方便 我看炸的果汁也不错 尝尝 来 干杯 可以吧 可以 我看谁做的 我还没点评呢 就很明显 不用点评呢 我甘愿认输 没事 你还是排第二 排到第三 因为没有第三 就我们两位 你是没有一个好的空气炸锅 对 我必须按照 这次 明天你把这个拿回家 对 你们又是吃又是喝的 让我情歌一看 哈哈 你还收了这个 哈哈 哈哈